公開表揚我們議警大隊政大隊長的善行議局 自掏腰包議警大隊長鄭錦州捐贈四台AED 部族衛福部修法要求監視警方供需的25台 我們今天捐贈AED 因為我們警察局和議警都是一家的 而且我們見到睡末寒冬開始要東訪了 我們所謂議警同仁也要在派出所東訪 所以我們是備而不用 也非常謝謝我們張局長給我們機會 來為我們所有的派出所最後這一塊 切四個贈我們四個來補足 真的很感恩警察局長帶領警局長官 直接在大門口公開表揚 最後一塊拼圖是我們錦州兄帶領的議警大隊 給我們完成熱烈掌聲鼓勵 AED是救人救命的利器 警察局長分享一個在雲林警界的真實故事 當天下午這個年輕的巡官就在四樓樓上 跟這個教官一起跑步 跑到一半突然摔倒 這個教官不慌不忙 用AED把他救起來 結果這個教官的爸爸也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警戒 你看如果當天沒有善心人是捐AED 沒有這個教官去學這個AED 那今天那一個年輕的生命恐怕 就是一個憨事 感謝珍錦州大隊長捐贈善舉 能在突發狀況時發揮及時救人的功效 打炸基隆隊 我中了 我中了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打炸 打炸